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安萬歲 有時候好好討厭 首先 消解現場的來賓 頭自尾是我們鎮江大學 國際宿佛一戰力研究所 嚴陣副教授 心明識 心教授 平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政修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比亞的政檢消重 李宗益的消重 主持人好 大家觀眾朋友晚安 那麼第四位 主持人的媒體人 貴宏盛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麼這事情就要對這件事來看 這是英國的金融事部 那麼吹落的時候 報導基礎說 為了要避免刺激北京 美國總議員的議長McCarthy 已經跟總統創英文有共識 分隊安排要在台北記民 改造四月吹 兩個人會賺到副總統 去到中美洲訪問 過境的時候來到美國的家州 來安排記民 到時候副總統也會去到 李軍的讀書館來演講 不過尖對這個報導 台北最方面都不正式 外交部長五條線 也表示說 等到比較機體的幾月的時候 來對話說明 美國總議員議長McCarthy 是不是訪問台灣國界都在關心 英國金融事部在赤六波就說 苦惡的台灣安全 比方再度來重演 佩洛西訪問台灣後的共軍包圍演習 McCarthy跟總統創英文 特性共識 對台北京各界做加州會 時間會選擇的時 為總統出風中美洲優邦 瓜地馬拉跟北里斯的時候 過境美國會來會面 台北最方向都吃美酒沒有證實 國務院是定性說 理長自己能夠來決定 要和誰人來會面 麥卡錫辦公室是技術評論 佩洞也有說出 副總統要來訪問 邮由加州 特別是加州是麥卡錫的選區 副總統也頒配在 雷卡錫辦公室 來發表演說 那麼雷根總統曾經說了一句話 那麼也值得我們來審視 他說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談的 除了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的未來 是不可以被妥協的 總統率英文在日空一半年的時候 過境美國 突然來訪問雷京都事館 佩洞蘇東是只做干貼的這個地殊 雷京總統基金會也有證實說 有邀請率英文發表演說 佩洞對這個出風的幾位 外交報告總統府只表示 要等有確定的內容之後 才會對我來做稅名 記者中學報道 我們其實呢 今天的題目當中 除了這個蘇維的副總統出風 三星之下這個味道的變化 當然後手呢 我們會公告說 我們國來是不是要繼續做這個準備 看起來是這樣比較和安 或是說比較沒有刺激激 但是這裏面全都掌握到 很多很多複雜的事情 這會掌握到四位來 第一個就是美國人是改變了嗎 還是說這稍微的事情這不會改變 第二是我們這政黨改變了嗎 還是因為中國人改變了嗎 還是說其他的國家 似乎說你不可以你不可以 所以大家來喬 喬出來目前可能有這條路要來走 心老師你怎麼看 我感覺外交還是國家安全應該不是說自己喬 或是自己的利益來計算 你要看大局 大局社會 美國跟中國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對於台灣來說 最大的國家利益是怎樣 尤其是對於總統來說 你不可以喬中 你要輸扣 很像是輸扣 這次如果去美國 看到什麼人說社會 我想說這是很正常 因為以前總統去中南美洲 結果美國也看到很多人 我想說這也沒什麼很特殊 現在就是說美國麥卡錫 本來說他要來台灣 現在說在美國要接近副總統 我想說這也很正常 可以說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總統去美國 歸境美國進入美國的官員 很正常 麥卡錫來台灣也是很正常 以前也有這個禮 但是當時來的中國有什麼歡迎 我想說這是中國的事情 他也會憑慮說 現在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是要把他放比較多 或是要給他更多 最後是美國跟中國的衝突 他們會輸扣 不過我們輸扣的時候 要看到我們自己的國家 最大的利益 而且沒有我們的朋友 他面臨很難處理的狀況 對 讓我們的朋友為難 連方面就是說 不要讓我們可能的敵人 沒有民主到是說會去背面 對你怎麼樣 這個事情也很趣 就是說很微妙 這到底是誰先拿手說 我要來找你 誰先拿手說 你不可以來 這是說 不然我們找到來想說 想看看 那邊的人就安裝 或是說蓋上路線壓 這個複雜的關係 李老師你認為呢 對美國來說 比如說現在不只要處理 他跟中國大陸 中間的這個關係 最主要是說 他正在處理跟中國的關係 當時呢 他要維護台灣的安全 這是他的最大的利益 為了維護台灣 他自己也要騎到 為了給民主主要社會的這邊 不過他知道 他現在不可能說 到現在的冷靜時間 跟蘇聯 那時候兩個起碼面 對牆 對 兩個對牆 大家 那時候那時候怎麼說 經濟兩方面 基本上沒有在歐來 沒有在歐來 不過現在不是了 全球化的資格 譬如說美國跟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跟台灣 或是說中國大陸跟其他國家 這個經濟的歐來 生理的歐來 對啊 不要說什麼 去年 去年 美國雖然說 那個... 從川普開始 大家美國說 美國開始 不要說這個經濟 不要把中國大陸 要分散 要分散 問題 去年 美國為中國大陸進口的東西 是這幾年來最高 怎麼會這樣 我想要脫 怎麼都脫不去 所以譬如說這個東西 這個事情變化的速攻 譬如說 美國也想說 我如果要站穩 要幫助台灣 來對抗這個共產健康的東西 我也要跟北京 處好關係 所以如果這個速攻下 來看 大家就知道說 為什麼這一次 麥卡士 會決定說 他測試不要來台灣 該做 變成說 紀念創總統 要去這個... 中南美洲去澎門嘛 因為我們... 鄭老師 這不是有一個信號說 這個... 大家以後 手勢拿比較高 不可以來減減這樣 但是... 有辦法判斷做... 這樣說這是milestone 這以後做一個專程 那不可能 應該是說啦 這應該說... 應該是case by case 一組看一組 對 新聞就看得沒什麼 這沒辦法因為... 每條新聞都沒辦法 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有時候說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因為去年八月的時候... 所以我們節目才有內容 通常請四位來討論就對了 不好意思 是喔 我們請益將軍喔 你來看... 這... 不是說... 有一個說法是說... 知道中國已經開始... 每天沒辦法 什麼動員法來啊 怎麼... 是真的 怎麼... 所以大家去判斷 那不是這種事情 我想... 這其實是要從... 剛才幾位來賓說的 從國... 國際的總局來看 因為當初... 蔡英文總統要去美國 還是說麥卡士要來 其實這麥卡士 一... 年輕點一直傳出來 這不是新聞 新聞的是... 大陸面對... 美台關係不斷的加強 跟這對他的... 這個外交的打擊太大了 要怎麼出交 所以你看王毅啊 緊接著... 就拚命走去... 歐洲... 鳳肥... 再來去訪問... 俄羅斯... 後來就傳出說... 市政府也要去... 國際上... 這叫... 相互制衡 所以美國看這局 不是單單看說... 會造成... 台灣... 這個... 軍事的... 在... 加強 不是這樣 這樣是單純 其實... 也是... 相互對... 做一種... 權力的制衡... Balance 對... 要怎麼... 相互... 歷政... 不會... 失去... 太多... 就是大家都... 好了 阿強要動作... 習近平要去... 俄羅斯... 就是... 沾水... 我們總統... 麥卡士要來... 要去訪問... 美國... 其實... 拜登政府的... 他的特色... 就是... 他很擅長... 外交的... 則中遵守... 跟... undertable的... 外交握權 所以說... 我相信... 美國跟中國... 占對俄羅斯... 因為... 我們知道... 現在進入三月... 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春... 春季... 春季的一個... 大反風... 所以... 上風... 尤其是... 俄羅斯... 我們看他的... 號稱... 動員五十萬... 這次就想要拚下去 其實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已經... 打到一半了啦 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 北約... 各國的國家... 也是... 我希望... 美國... 可以... 想辦法... 中國... 不要整個都... 俄羅斯去... 不然這個... 建定... 你看俄羅斯... 有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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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整個... 俄羅斯戰爭... 會拖延多久... 一個非常重大的變數 所以宜昌君... 你的分析是... 可能跟... 洛西亞... 這個因素有關係 這是主要的... 那個因素 另外... 我相信... 我們... 美國跟台灣... 也... 這幾年... 佩洛西的封門... 我們也是得到一個經驗... 就是... 怎麼說... 我們外交的處理... 那個... 面子理智... 可以堅固的狀況之下... 又不要... 還有... 有太多理由... 可以做一種... 內部的民族主義的... 這個... 我們... 所以... 國防部長才會... 這次... 這兩天... 這兩天... 五十不要來啦... 不是說五十不要來... 意思是說... 這兩點... 一定是... 阿強對台灣... 人質作戰的重點... 人質作戰... 一個鐵石... 我們先把它打擊之後... 它就避免了... 你看... 它就過頭... 怎麼會... 沒有不對... 去年你看那個... 培洛西一來... 他... 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的軍事準備是... 隨時都準備的... 不過他就用培洛西... 他自己... 自己要選舉... 自己的基隆選舉... 結果... 你看影響中間選民... 順序關係... 所以宜將軍認為說... 這可能是... 進進黨對著這個選舉的... 這個計算... 沒有不對... 沒有你看... 為什麼在這個... 這個決定出來進行... 雙方的固執... 我們的國安教的秘書長...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我們國安部副部長... 第一次我們去到... 大華府地區... 去到美國的固執... 來學校... 美國還派出... 他的國安部副部長... 還有他的... 中國特色委員會的主席... Kaliger... 低調訪問台灣... 這就是我說雙方... 美國跟台灣... 雙方有一定的默契... 我們雙方那時候... 是要來點武器... 說你這裡欠缺了... 欠缺了... 那是... 主要的問題... 就是... 你看Kaliger來... 就是要加強台灣的武林嘛... 不過... 我相信... 蘇海的... 雙方方面的協商... 就是說... 未來... 我們雙方... 雙方方面的軍事... 封營... 雙方方面的... 雙方方面的... 意見... 意見之後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 最好是... 我們可以... 達到我們的目的... 加強... 美台... 雙邊的關係... 不過我們還會... 雙方... 沒有人好理由... 去... 又一出... 像... 過年八月... 佩洛西來... 這三位說起來... 我們買菜又加倉... 最好又甘豬肉... 一條新聞... 看到我們武殺殺... 照新聞的人... 一個頭兩個大... 方丈... 你怎麼看... 有的人說... 剛才... 照三位專家... 後來有... 這個國內... 選舉的判斷... 國家... 政體理... 這個總合判斷... 後來有這個... 但是我... 我... 最... 最... 我最... 最... 一角就是說... 他們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為了大國... 我們這個小菊花... 我們這個小國... 我們可以換到什麼... 是... 我們台灣... 其實... 約在這兩個大國裡面... 中間... 包括... 習近平... 中國的這個... 這個領土才會說... 這太平洋這麼大... 放兩個大國是沒問題... 作為和平相處... 沒消協啦... 但是我們... 這個中間... 比較困難... 就是說... 因為我們跟中國之間... 有一些... 政治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嘛... 中國當然... 這是內政啦... 對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 我們說是... 憲法來說... 其實也是有這個... 沒有解決的問題... 所以不知道... 兩方的關係... 條例... 其實這個條例... 其實主要是處理人民的部分... 沒有去處理租款的部分... 因為這會卡到我們的憲法... 憲法民國憲法... 這比較難說... 但是對國家的例子來說... 我們是不是... 成人... 我們只是一個... 主權國家... 我先問問各位觀眾... 其實這個意思是說... 你如果是一個... 主權國家... 你怎麼會說... 我的總統不能記什麼人... 還是說... 美國的總統... 像我們很好的國家... 我們不要說什麼啦... 他在法律裡面就說... 現在希望... 把我們定位作... 回北約的主要編國... 什麼意思... 這只要通過而已嘛... 一年以內要通過... 國防守規法裡面... 包括在台灣的關係... 法案裡面... 所以意思是說... 美國對我們有多重要... 我們對美國也很重要... 其實我們這不可能... 我就用分數去打... 因為這是比較... 對...我們現在看起來... 你愛我...我愛你... 但是中間有人來試試... 你到底要愛到什麼... 你真心... 把我割麵皮... 像純聊天... 所以我們要清楚... 其實第一個就是安全... 第二就是反應... 沒有安全就沒有反應嘛...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新聞大... 這個... 雖然這個副總統是... 兩千... 一十八... 二空一半... 所以說... 我們什麼都可以說... 只有自由到未來... 不可以... 不可以犧牲... 對... 這就應該是... 最高的完結啦... 是... 這應該最高的完結... 但是我還是想要... 來警告... 其他三個月就是說... 我們台灣... 可以換到什麼... 因為看起來... 我們跟這個... 美國的這個關係... 已經提升到... 摸一個程度... 這個程度已經起到... 中國已經... 起背面了... 這是應該... 這個關係是... 對他們來說是... 一氣不忧懷啦... 我們就已經是提升了... 他就覺得說... 你比較好... 你就比較愛人啦... 我... 我就一直要加碼... 加碼要讓你降下來... 還是說加碼... 美國人把它加起來... 現在是可能有一種情形... 是... 是... 你怎麼想... 想到想啦... 想到想... 我覺得不是說... 要殺火... 應該是說... 現在台灣的利益... 跟美國的利益... 越來越扣掉掉... 因為... 可以由三點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 在那個... 西太平原... 第一 德聯的... 中央的危機... 對美國來說... 這很重要的... 那... 因為台灣受到影響... 第二的就是日本... 第三的就是菲律賓... 再來就是關島... 夏威夷... 之後就是美國的本土... 本土... 這個地方... 戰力裡面台灣是很重要的... 第二的就是說... 你看現在... 台積電在美國投資... 不過... 台積電當事實上說... 美國的台積電... 可以行善... 比台灣更好的... 伴導體... 可能比較不一定... 所以台灣這個... 港英聯... 這個地位也很重要... 那台灣如果受到影響... 我想說... 不僅是美國... 全球的經濟... 都會受到影響... 第三的就是... 剛才蔡總統說的... 自由到未來... 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我... 我會自由到... 到我的民主... 台灣是一個... 自由民主發展... 很漂亮的構思... 這個... 美麗的國家... 美麗的構思... 如果中共打敗去... 我...我想說... 全世界... 國際社會... 都不能利用我們的錢... 是... 但是呢... 一定是有人在問說... 我們這個國術... 要怎麼好逃... 要讓民主團下去... 兩房一定要和平... 就算說... 沒有和平... 一想不到... 你也... 一直站在那邊... 你就不能... 輕機妄動... 但是... 我們現在... 美國人要嫁武器... 放在我們家... 對著阿公... 覺得說... 嗯... 你又... 你又咬起來... 你又聽起來... 我在這邊更緊張... 這個... 這個中國... 他們是... 怎麼會想呢... 所以我們回頭... 來問... 沈教授... 李老師... 是... 這比較實在... 因為... 我們根據... 我們國防部長... 現在... 最近的公返嘛... 就是說... 台灣跟美國現在在討論... 美國有可能... 會把他們... 放在... 比如說... 南韓啦... 日本啦... 還是菲律賓... 那邊的... 有可能... 一部分... 放在我們台灣... 當然... 這對我們台灣... 有好有壞... 大家都可以說... 可以討論... 不過... 我們要看的是說... 放在台灣... 一定是... 會把他們... 馬上贏的... 大油... 這才有效... 不然你放... 我們台灣... 國軍... 沒辦法贏的東西... 放在這裡... 沒辦法... 那... 問題... 我們要... 你... 為... 最壞的... 方向來看... 就是說... 萬不幸... 如果這樣子... 量化... 如果這樣子... 發生政經... 那... 美國... 是不是... 我... 東西叫你... 你... 自己打... 我... 不一定會出兵... 不一定會來... 幫你... 幫忙... 這另外就是... 對... 這是... 我們要自己... 去考慮的... 這也要討論... 人家... 這比較實在... 因為... 我是說... 我... 美國可能會想說... 我... 繼續... 給你加強... 你的... 你的方向... 的能力... 賣給你武器... 把我加強... 你的軍隊的訓練... 不過... 真的... 那天來搞的時候... 我... 美國有辦法出兵... 還是真的有辦法... 美國總統... 決定要出去... 國會... 美國人都... 都支持喔... 將來要來打... 還是說... 美國總統... 在那裡中途... 國會... 可能... 國會有人... 很多支持台灣... 不要... 說我... 美國人... 那邊也有人... 講完... 說... 不要去感謝... 跟中共... 這段的戰爭... 也有可能... 很多美國人也反對... 因為現在... 很多民調來說... 很多... 差不多... 半分的美國人... 是跟... 中共... 結束是... 就是他們嘛 可是... 不過... 現在... 美國人來了... 差不多有三聲... 才... 支持說... 美國派兵來... 感謝... 有僑價... 差不多一半人... 反對... 如果這種... 情形派... 如果這樣子... 兩半人... 發生什麼... 襲突的時候... 有可能... 這... 這幫人... 這些名義... 有可能... 這是... 李老師... 你覺得說... 美國人到底... 會出兵... 會真的... 到三天什麼... 聽到... 會... 你有... 這個... 打一個... 這個... 因為... 美國... 大家都... 所以說... 他們是... 希望加強... 我們台灣... 主要... 這算了... 參選了一個問題 我要來請教李總君... 我們... 越來越強... 有一種路子就是... 我們越來越強... 你不能來... 他就... 點點... 他就怕... 他就怕... 不敢來... 不敢來... 但是你... 那個政... 那個政檢出身的... 我們除了... 如果... 自己的... 這個... 實質... 武力... 加強... 以外... 我們的... 因為... 現在... 美國人... 對著... 國雲安全法... 人家已經... 日表被人家的法律... 只剩兩行... 一個就是... 武器... 一個就是... 人低... 這到底是... 好啊... 因為... 國台... 有一次人... 會覺得說... 唉唷... 這不通啦... 這火... 都... 來喔... 其實都... 都請我們來... 到底... 我們在認定... 應該... 怎麼會定性... 其實... 這個知詢人... 這提出來... 很敏感的問題... 台灣現在... 美中... 第三... 三邊... 浮東的... 這個... 總統... 我們台灣... 找出... 對我們最優利的... 我已經是... 研究... 這個... 動臺三邊的... 好影響的關係... 其實... 三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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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種關係... 台灣對美國... 台灣對中國... 最邊的關係... 好影響嗎... 我的研究... 感覺... 六種關係裡面... 對我們台灣... 唯一有影響的... 就是... 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是好還是不好... 這有絕對的影響... 沒有太多... 對我們台灣的國家... 沒有影響很多... 為什麼說... 中美之間... 這個雙邊的關係... 好壞... 對台灣影響很多... 因為... 雙方的關係... 如果不... 台灣的重要性... 又出來... 對台灣來說... 其實台灣是... 應該可以... 左右逢延... 這就是... 你剛才說的... 很多人認知... 不清楚的都說... 台灣為什麼要去選兵... 我們就是... 兩兵都... 對我們最好的... 問題現在就是... 剛才說的... 我們是被制約的... 我們台灣是... 社會國家... 在雙共基幹... 其實我們的選定... 對我們最好的... 就是中美的關係... 比較好... 如果中美的關係... 一段差別... 尤其到現在已經... 台灣說實在... 在這個大的... 我們講... 國際結構制約之下... 台灣... 其實也不是台灣啦... 自由兵的地方... 連所有的國家... 都要選兵... 站起來啦... 要選兵... 你要選... 自由民主的制度... 還是要選... 局官... 獨裁的政理... 我們來看... 自由兵的國家會選到... 南韓... 你看最近跟美國... 跟日本... 衛生... 他也要站起來... 站起來... 現在也是... 要跟美國... 加強... 軍事的這一方面的... 合作安全... 一部分不用說了... 菲律賓... 所以這算是... 將軍你自己認為的... 地址好... 不容易... 因為現在... 我們要... 很認真... 看前一個... 這個局... 這個局就是說... 中美之間已經... 不可能... 我們講說... 避險... 我要美國的軍事安全... 我要帶領的經濟... 發展力... 不可能... 現在就是國際... 國家的安全... 已經是凌駕在經濟利益的發展... 事實上... 韓國... 日本... 菲律賓... 都一樣... 台灣當然... 所以包括美國人也... 不可能回頭... 不...不對... 因為... 跟中國... 現在... 跟中國... 現在不可能... 回頭的就是... 現在大家都... 兩個就是... 兩... 兩家... 現在都要唱第一 美國人也有可能... 你說... 我... 那個... 所以他們這對... 他們這對... 就不是七世夫妻了... 這... 現在就是說... 美國... 我們說他們的衝動... 不一定... 美國是一定要用... 不一定要用軍事的... 不一定... 這是對我們台灣... 說實在... 最好的... 一種選項... 選項就是說... 中美機閃的衝動... 到最後不是用軍事的方法來處理... 台灣... 又不會面臨一個戰爭的災... 災難... 那... 因為美國現在看得... 很清楚... 他的策略就是... 我用科技... 用經濟的方法... 你... 你沒有那個... 經濟的外力... 你沒有辦法... 發展你的軍事... 你... 沒有... 你... 你... 自行之後... 你... 說實在的... 你又面對... 你不想說... 他現在... 之前幾年... 你看那個軍事的倒數... 雖然他今年也是... 七點子已經是... 國庫已經空了... 他也是... 外庫... 他也是... 要攻下去... 這就是... 標示說... 習近平的衝動... 他還要用... 我們今天... 還聽到... 習近平... 在這兩月裡面就說... 這頭一次呢... 像無敵黨那時候是一樣的... 直接點名美國... 美國就把他們打壓... 這是不是... 沒有一種... 聽到的... 這個選檢... 洪秋... 其實對台灣的問題來講... 其實... 這個人... 應該是說... 現在... 他覺得... 可能... 長生的空間... 不太多了... 因為他自己... 之前... 說了... 很...很... 進場... 越來越... 進場... 結果發現說... 台灣好像都... 不想... 不想... 去... 收好關係... 重建... 重建... 因為... 說這個... 他願望的是... 兩千空半年... 幾年... 台灣... 這... 很快... 非常... 我去身邊... 美國人也想說... 沒關係呢... 美國政府那時候... 歐巴馬做總統... 也想說... 對中國來說... 他們... 給他機會... 讓他... 算他... 不要... 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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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來... 我民主自由這邊... 讓台灣有一個機會... 可以改變中國... 因為這是... 美國有很多... 比較理向華的人... 想說... 中國人... 尤其共產黨... 也變成一樣... 其實這個... 是一個... 案房而已... 其實現在... 這四十年來... 發現說... 剛剛我說... 不對... 不可能... 因為看著... 習近平... 看著... 現在的共產黨... 其實不要這樣做... 完全沒有空間... 所以... 其實說真的... 現在... 你說... 習近平在選... 也好... 不... 不是真的選選... 也好... 其實對他來說... 不差... 因為他對國際來說... 他都說... 這是內政問題... 不需要選選... 第二... 第二... 臺灣... 很多... 我們過來... 想說... 人權條例... 說什麼... 不可以準... 臺灣不可以怎樣... 其實我去問... 你去問中間... 他的生人... 他說... 我是在處理... 出來的... 我怎麼可能去用... 人權條例... 什麼什麼... 沃泰華公約... 不然要用啦... 等你要用的時候... 這個... 鄉海都做成... 臺灣也可能去拿去... 你自己的國軍... 自己的... 要買武器也好... 要... 要說... 我們說... 準備這個彈油口也好... 白腳白手... 結果... 給外面的人... 比較容易說... 在臺灣門... 沒所謂... 要把他拿去... 要把他拿去... 那些人都拿去... 這才是一個彈油... 所以... 反正說... 我們就是在... 為人... 為人... 結果外面的人... 已經... 這不是國內跟國外... 這氣氛... 轉前... 不一樣的... 一種... 很... 很... 有的人... 很... 很奇怪... 這要請教到... 沈老師... 我剛才有一些日本人... 很緊張... 很緊張... 說... 你怎麼台灣人... 馬照跑... 舞照跳... 我們都不緊張... 但是隨時政府... 我們也開始在做什麼... 動緣法... 我們要禁止這個豬隊... 動緣法... 在禁止這個豬隊進行... 結果我們看... 中國人... 三位一盒... 一連... 無聲無聲... 就彈出來... 以鼻壓... 人緣法... 三位一盒... 而且... 從十八歲就開始... 沒有跟你有參加... 十六歲... 十六歲就開始喔... 一直到六十歲耶... 這個... 是不是... 標示說... 他也開始在準備啊... 他也跟你刺激激... 還是說... 做一個動作... 做一個假動作... 給你看... 沈老師... 其實... 我們知道... 台灣的國宏... 或是黨員... 因為... 洛西亞跟歐克蘭... 建政... 做一個改決... 中國也是一樣... 他每天都有報告... 說... 洛西亞在這個... 建政當中... 有什麼... 對的所在跟... 不對的所在... 你可以看說... 洛西亞第一次... 他要侵略的時候... 是二十萬人... 但是打輸去... 第二次會動完... 他看到這個毛病... 他就覺得... 一後有建政... 你不能兩次動完... 你一次就要... 一次就要... 五十萬... 六十萬... 但是他現在... 六軍... 中共兩百萬人... 六軍... 還有五個建庫... 對台灣是黨部建庫... 他的人... 有搞一三個集團軍... 每一個集團軍... 有六個建道... 合成路... 應該是不搞... 如果不搞... 怎麼辦... 其實以前有民兵... 與北亞的制度... 現在後來因為... 我們知道說... 因為改革開放... 他很多民兵... 民工... 都到沿海國姓來作工... 那個時候... 你如果發生戰爭... 這個人要怎樣... 他在... 這樣調來... 對... 他回去引導... 或是在沿海就開始調... 他就很多問題... 他現在就看到歐克蘭戰爭... 所以他受這個法令... 這個法令... 我們知道... 他就把這個... 古北亞... 就像我們的... 後比軍人... 後比軍人... 他現在是... 他的年齡是十八歲到六十歲... 我們可以記得... 歐克蘭在建政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說說... 所有十八歲到六十歲... 都不能出國... 歐克蘭就是這樣... 現在中國就是這樣... 就是跟... 他的年齡從十八歲到六十歲... 我們知道... 中國是... 雖然是說... 大家都要做兵... 有的是可以到部隊... 有的是... 基本的訓練以後... 就變預備役... 有的是做系統的兵... 之後以後做預備役... 所以他分這兩種... 他現在把這兩種的人都... 擴大變成... 變成一個預備役... 跟他們的福利... 跟制度... 都可以做得很好... 譬如說... 他們預備役也可以成功... 也可以成功... 因為你預備役... 因為十八歲... 還是二十歲到六十歲... 中尉... 譬如說... 馬營救他... 海軍... 消費... 跟台灣一樣... 台灣... 後比我們... 也有... 也有成功... 就是說國家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就照這個法律... 來頂照這個五百月... 到軍隊裡面來... 我想說... 這不一定是對台灣... 不過... 他覺得說... 以後如果有發生戰爭... 如果對美國... 如果兵... 如果不夠... 就要用這個一百月... 所以他這是準備... 他要做一個... 真正現代形的... 國家所做的這個改變... 不一定是對我們台灣... 其實... 習近平... 這... 中主席... 中... 中主席... 還是國家主席... 之後他就... 說... 依法治國... 依法治黨... 他一定要很多法... 有的法... 我們是看不到... 不過... 最沒法就是他... 因為那個黨的人事的制度類... 才看得到... 不過他覺得說... 制度很亂... 要先法開始... 你看... 現在正在建監... 跟以前改革開放... 到現在... 你如果... 你要動完這個鼠兵... 你如果沒有一個法律... 譬如說... 這個人跑去... 跑去...百姓都不要回來... 還是跑出國不要回來... 你要怎麼樣... 除了這個... 因為我們要法治國... 他也有辦法... 就是說... 暫時刑事訴訟法... 像這個名字... 就是說... 你如果建建的時候... 有出發的法律... 沒有辦法來... 做兵的... 的話就自己出發了... 所以主要是這個... 對... 請教到李老師... 我們說... 也有這個董環法... 這個專民董環法... 就開始有人說... 唉唷... 這孩子那樣... 讀這個孩子... 要給我董環... 結果... 大家就說... 這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先來... 老師... 你對著這個... 這個轉董環... 你的看法... 是啦... 其實... 我們... 為這個... 進行... 其實我們對這個... 全民董環法... 其實這個法律... 走在那裡... 這次是... 他們的... 國防部是說... 我們還要做... 因為... 根據... 最新的發展... 來做一個... 修訂嘛... 這不管是... 政家... 或是說... 他們裡面的條文... 會調整... 還是怎麼樣... 這次... 有什麼... 給這麼多... 家長... 這麼緊張... 因為這次... 教協部... 從去年七月... 就開始說... 要求... 由... 國中... 以上的學校... 都要開始... 造冊... 由... 對十六月... 以上的學生... 不管... 或是... 都要造冊... 他們是說... 現在他們的解釋是說... 因為造冊是為了... 暫時的時候... 要做什麼... 後勤... 對... 有什麼後勤的資源... 他們說也... 主要是... 這個... 救援... 防護... 還有這個... 後勤等等... 他們特別又解釋嘛... 說這... 不是為了要上戰場... 因為現在... 很多家長在緊張說... 這就變... 娃娃兵... 變成娃娃兵去了... 因為大家都在緊張啊... 因為那些受訪嘛... 那問題... 當然... 現在來說... 因為是... 造冊是說... 後勢... 如果真正有需要... 方便... 政府知道說... 你人在哪裡了... 你... 李老師... 你認為這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 照理說啦... 不管哪一個國家... 對這個... 一般... 到達年齡的... 青年男女... 其實都會做造冊... 應該要降落而已 照理說的... 你說瑞士法... 瑞士幾百年的中立國... 他對自己國來... 後輩的訓練... 後輩的... 後輩的... 他沒聽過耶... 對... 他雖然說他是中立國喔... 大家都知道... 他對這個訓練... 其實都很紮實的... 其實我們台灣來說... 其實我們軍隊... 既然說... 現在是以... 志願役的軍隊為主... 不過我們現在... 後輩役的訓練... 其實... 說得難聽... 前幾年... 已經... 已經... 已經鬆動了... 但是我看到... 你自立論... 郭明東的董主席... 他說... 他說... 可以... 無情貴的訓練... 可以調查... 收集... 為替相關的訓練... 是抗白的訓練... 那後輩的訓練... 要反對... 這... 我... 我跟你講... 一句台版話啦... 當然... 因為現在... 那時候... 那時候... 剛才在選機... 因為... 南島那個... 立委在補算... 所以你認為這是... 選機的意見... 所以... 大家都在講話... 你老師... 你講的喔... 確實啦... 因為... 這大家都知道... 對這個... 媒體的觀察... 還是說... 由這個造冊來講啦... 你說對那個... 高中生以上造冊這種... 其實由進進... 大家都已經有在做... 不過現在台灣... 為什麼大家... 家中的懷孕就是說... 我們最少... 我們現在... 我們... 大家... 年會... 那時候... 我們最少也有經過... 簡單的軍事訓練... 去打靶也好... 或是女孩子... 有去接受一些... 救護訓練... 最少也唱冠歌... 對... 現在的孩子... 完全都沒有... 完全沒有經過那段... 你說... 香港說... 你... 如果前進... 前進來... 開始... 你怎麼去做... 去做什麼... 大家都說... 觀眾說...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叫他去做什麼... 你要叫他去做什麼... 所以... 我就覺得說... 你... 政府如果要做這個時候... 你應該就開始... 對...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開始做基本的軍事... 所以老師... 基本上是贊成... 但是要順速來... 要順速來... 因為... 說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軍隊的訓練要扎實... 這個... 這個部隊... 現在打爬... 一年要打多少... 打多少... 前幾天... 我看到說... 一年... 他最早要打... 一千塊以上... 問題... 現在連八成多少... 還不夠... 還不夠啊... 你現在連... 部隊裡面都不夠... 你說去後備議員... 是... 所以大家就是說... 你如果要做... 要踢... 要踢踢的啦... 真的... 是... 那... 這... 李老師的意見... 其實... 我覺得現在... 把那個... 什麼... 娃娃兵... 娃娃上戰場... 把那個... 我們現在的... 全動法... 分為一團... 叫做... 道菜都啦... 奧百分啦... 我給大家介紹... 我們的... 全民... 這個... 防衛動員準備法的機制... 跟它的流程... 大家有一個完全的了解... 國文部附置的是... 軍事動員... 軍事動員裡面... 尤其是... 軍隊動員... 跟... 軍需物資的工業動員... 那軍隊動員裡面... 有兩個... 主要的方向就是... 人力跟武力... 人力是什麼人力呢... 國防部的... 人力度外就是... 我們所有做過兵的... 僅如後備系統... 所以說你一定是做過兵... 變成... 國防部的... 動員的... 把這個兵... 他還歪掉... 沒錯... 所以說... 部長第一時間就說... 不可能有外外兵的問題... 為什麼有這個... 你看... 我們除了軍事動員... 國文部的負責... 還有一個叫做... 行政動員... 行政動員... 這是... 行政運動員做十七日... 總共會有七個部門... 精神 人力 頂頂... 因為現在有一個人力的動員... 跟軍事的人力動員... 大家都知道... 這有心... 南南道最會... 對 南南道最會... 其實這個人力的動員... 主要的負責部門... 叫做來政部... 那來政部呢... 負責學生的... 叫做教育部... 教育部... 說實在... 政經發生是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納入... 來政部的民房總團... 民房總團就是各縣市... 都要成立民房總團... 然後鄉鎮民房分團... 民房...民房團... 然後村里是民房分團... 每一個機關協校... 所有的學校... 要成立防護團... 防護團做什麼事情... 你看... 政經發生... 他要照顧... 學校... 還是說... 管建戶... 副業... 包括剛才說的... 消防... 救災... 或是說... 難民的輸出... 協助... 這跟很多人... 是完全... 完全沒關係... 現在他說... 這種動員... 變州市... 要想戰場... 那這就是... 有些人... 狹狹...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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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我們... 一般的北部... 會怕... 會怕... 這其實是... 說實在這個... 用心... 這是可疑的... 我們台灣... 現在最重要的... 大家要團結... 不可以說... 國防部... 或是說政府... 要加強我們的國防武力... 一段... 唱歌... 或是那種... 認知作戰... 扭曲的消息... 就是...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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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說... 我們如果... 其實一次... 兩次... 之後... 我們自己身外... 沒有啦... 請各位專家來... 做一個理解... 尤其... 媒體人... 我們媒體人... 人家都說... 媒體人... 都腳踏漸漸... 最...最難管理... 大家都一人... 要來關這個媒體... 洪宗你自己... 所謂理解的... 這是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說真的... 對... 大家稍微有一些... 戰爭的歷史的了解... 都知道說... 軍隊... 真的... 很多時候... 是需要人民的支持... 才會成功... 尤其... 方圍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不是說去打別人... 我們台灣不可能去打別人嘛... 所以你先想清楚... 戰爭發生的時候... 你的地獄是什麼人... 專門的地獄是什麼人... 是你的軍隊嗎... 你自己的軍隊... 你當作地人... 讓他們說... 不可以關這個... 不可以關那個... 你第一個... 讓他們... 第二... 美軍... 日出台前的時候... 他們有控制媒體... 全部要控制... 那時候因為... 跟報紙... 跟公報電台而已... 那時候... 電視還沒發明... 再來... 韓戰... 因為... 比較接近... 所以... 也是一樣的戰爭... 有...南戰爭... 美國就... 很大開了... 因為那時候... 所有媒體... 包括電視... 美國... 所以他們都放鬆鬆... 完全沒有那麼多... 假如說... 後來電視一下... 你就飛去外籃... 就開始採訪了... 採訪下來... 回到外籃了... 看到西鐵... 看到... 台人的圍兵... 看到... 平衡... 打到暈去... 怕到這樣... 整個軍心... 民心都亂去... 結果呢... 其實目前... 不是美軍不要打... 是國內... 政治整個都亂去... 因為... 很多人... 看這個時候... 因為美國... 民主體制... 他繼續在選舉... 繼續在... 台選... 選國會選... 這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 他現在現主席... 我們這個... 社交媒體... 這麼... 這麼方向... 如果要做這個媒體的關節... 你認為什麼比較可行... 比較有可能性... 所以... 我... 舉一個最好的例子就好... 現在OK... 總... 打到... 是不是... 國會議員跟... 政府... 跟... 逐年年代... 跟... 參選... 要改新的法律... 他也有一個... 像我們改完... NCC一樣... 由... 國... 公布... 電視的關節... 各國... 管理委員會... 他也是... 找這個草案出來... 也是有正義... 但是呢... 都... 都... 因為他... 既的法律... 就是關不到... 這就應該... 建政後... 大家才會... 不會有... 所以不知道說... 這個時候... 他們見識... 你不要忘記... 變成說... 數位媒體來說... 他還有平台的功能... 不是說... 我在頭上... 做新聞而已... 因為那個新聞機構... 新聞機構的... 新聞怎麼出來... 因為現在都... 數位平台對不對... 你比如說... 你的Google... Yahoo... 什麼這些... 有的...沒有的... 這也要管... 所以我們的... 黨員法... 要修改... 其實是要修改... 這個部分... 進前有關節... 有的條例... 也有關節的問題... 不是沒有... 之前... 發言開始... 可以管... 發言進前... 只是說... 其實... 你不要緊張... 說真的... 所有的媒體人... 都叫他... 我沒有人在管... 其實不是... 因為... 我們依助... 前期的法律... 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有... 包括剛才學生說... 你有做錯嗎... 如果沒有做錯... 你就違法了... 你的主管... 機關... 包括... 內政部... 教育部... 管事長... 你都違法... 我感情... 你怎麼可以說沒有... 其實法律... 民國九十年... 兩千... 就有了... 就有了... 有這些條文... 現在是說... 可以說是... 我們現在是... 沒修繭太久了... 要說比較好... 大家都買了... 比較穿穩... 包括說... 這個學生學校... 學校青年在動完... 其實過去... 把他調查而已... 再來... 黑蘭彈... 你... 你青菜... 放肉... 肉...放青菜... 黑蘭... 其實有人在裡面... 走黑蘭... 我的小孩... 不要去... 不要去做救護... 我的小孩... 不要去做什麼... 他調查給他... 現在不是... 你專長... 例如說... 你會叫什麼... 我會叫塞車... 像英國... 魯弘... 伊莉莎白... 他會叫塞車嘛... 以前... 開始的時候... 他去修理車... 他去修理車... 他就是... 用他的專長說... 我自己去哪裡... 我自己去哪裡... 所以... 你不會去騎塞... 這要清楚... 你有專長... 民間的專長的時候... 你又沒有去騎塞... 像說你十六歲而已嘛... 但部長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 政策說... 你現役的部隊... 算了... 分量很好... 打得很好的時候... 不可能去動完到這些孩子... 過期... 大家都存在過期... 國共... 國共... 或是說過期... 打日本... 日本來打的時候... 那個國家的時候... 說真的...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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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到... 發責也沒有發責... 都是錢錢... 那... 有的人要叫做... 做兵... 當時... 都要做兵... 有的人說... 我十五歲... 我十八歲... 我要做兵... 因為沒錢... 所以那個亂的前回... 不能拿來...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 發責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們... 該修法... 該來修法... 是... 五分鐘... 請四位... 來做一個... 稀稀的總改冠... 就是說... 小英總統... 在這時候... 要來做這種... 有人說... 你這個... 美國人叫你怎麼做... 你不可以... 美國人叫你怎麼做...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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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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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 做一個... 領德價... 奈季到... 我們政府的國家的名字... 除了... 總統也說... 除了... 自衛到... 未來不可以出門... 其他人都可以說... 這行... 這個專案動案法... 其實世界各個都有... 四位給我們做一個... 鑑定的這個... 這個評論... 如果說... 現在政政是不可能... 受這個法... 我想說...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也不會說... 重視這個事情... 現在就是說... 可能... 中國會打過來... 你看... 你看路線啊... 馬上就... 國際黑客人... 中國也有可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檢討... 我們的後面... 後面的制度... 法律跟訓練... 現在就要... 環境就要... 就要修法... 或是加強訓練... 不是說... 主殺... 或是說... 或是說... 政權創合... 我是說... 譬如說這個... 媒體的事情... 人家說... 酸團跟紋酸... 也是縮減的一部分... 我們看到說... 美國... 他在... 二... 三年的時候... 他把媒體放在部隊裡面... 不過這個媒體... 可以跟這個部隊而已... 他也賣好... 會不會走... 當然也是要關節...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過... 不要為了選舉... 或是為了什麼... 政治利益... 來影響這個... 國家安全的修法... 還是改革... 這其實是健康的態度... 李老師... 是啦... 這件... 有什麼... 這個修法... 他們這麼大... 會不安... 我是覺得說... 這是... 其實... 這... 表現到... 這個問題就是說... 民... 這個國... 我們民眾... 對我們這個政府... 民進黨政府... 還是對這個... 蔡英文總統本人... 會信任度... 已經在下降... 因為這裡會出... 出這個問題... 不然看... 2020... 那時候... 他高票當選... 有什麼... 現在... 這三年... 有什麼... 大家對他的態度... 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說... 修法... 是因為... 他現在... 這個倉促推出來的時候... 他... 不記得做一件事... 溝通嘛... 你在修法... 盡情... 盡量跟... 大家算命... 說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慢慢的溝通... 所以你基本上還是暫行... 要溝通就對了... 一定要溝通... 你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 不管哪一黨... 集大的時候... 在執政的時候... 你不跟人民溝通... 到後面... 一定會讓人民... 唾棄... 來 宜中君... 我想... 國家的安全力... 一定要超越當牌啦... 所以說我們台灣... 沒有分裂的本地啦... 面對... 阿強啊... 不斷的... 軍事的準備... 我們剛才說... 他還有動員預備法... 他還有傳... 傳扁邊... 暫時的一種... 軍管的一種... 適用條例... 再來... 每一線的... 動員辦公室... 都已經成立了... 他的動作... 已經... 用武力... 要解決... 他的準備... 已經是很明顯啦... 今天不是台灣... 要做好準備啦... 你看看我們... 武兵的一個國家... 不是都要做準備... 日本人的... 那個國防... 要拿... 五年來... 要拿兩杯... 他最近還跟美國... 直接要... 戰... 戰斧行為飛彈... 對... 準備... 就是隊伍阿強嘛... 你看人家... 菲律賓... 對不對... 他的經濟... 已經有大量... 大量的投資... 這麼大... 現在也是完全倒過來... 你看... 最近跟布什... 然後跟美國... 日本... 要簽署一種... 國防安全學議... 這都在在標示什麼... 這不是說... 人家隔壁... 國家不大... 人家不是... 人家都真了解... 戰爭是... 你沒有準備... 你就是準備... 人家侵略啦... 所以人... 你看... 阿強是... 沾對我們台灣來的... 結果人家... 周邊的國家... 人家都這樣... 舉全國的名義... 要用支持... 加強國防安全... 結果我們台灣... 來不... 要收一些... 搞不清楚... 國家安全利益... 比較重要... 從個人... 從個人的政黨... 去考量問題... 這個是... 千萬不可... 來 洪秀... 雖然說... 我們做民主的人... 想說... 新聞主義最高... 但是... 國家的利益... 也要考... 所以我是建議說... 因為這個... 戰爭比較高... 不是跟國防部而已... 所以我建議說... 只要行政儀... 不是國安會... 出來主導... 含民主要來協調... 國安我來協調... 因為美國軍...